布置金融東岸廣場簽約引發爭議 就連記者所在的這個博愛停車場 也是在謝國良上任之後 以促參案方式標出 但是簽訂同樣二十年的長約也引發討論 基本上是要他如果有續這個約來 有賺那個錢 基本上是要回歸到我們計程室來 不論什麼錢都是往他們口袋塞那裡公平 我們都覺得有點長 不應該二十年 會不會也是在回歸之內 他們怎麼算我們也不清楚 他之前訂的契約跟合約就不合理了 博愛停車場啟用至今已三十七年 不但位於仁愛市場底下 又臨近康媽定於世 更是距離廟口夜市最近停車場 無論平日假日停車需求量高 律師林志群的翻出資料指出博愛停車場 一年固定權利金加租金 不超過一千五百萬元 若以停車位兩百五十個計算 每月至少可收四百到五百萬元 但廠商以每年權利金一千五百萬計算 每月僅需繳一百二十五萬給基隆市政府 不過對此基隆市府表示停車所需投資期項目包含了停車設備整修翻新 所需金額大約三千萬 只是謝國良上任後促餐案接連引發爭議 不只東岸廣場如今連博愛停車場也是一千 簽了二十加十年長約 謝國良是否庫外簽長約 其中是否損及市民權益恐怕也要說明清楚 三選總報道